大兄姐妹早晨,我是姚希家传道 今天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0章10-18字 一段关于莫大拉玛利亚看到复活主显现的经历 天还没光,莫大拉玛利亚发现坟墓空了 就跑去告诉彼得和约翰知 两个门徒考察完坟墓,看见就顺了 他们信的不是耶稣已经复活 而是信玛利亚没说谎,耶稣的身体真的不见了 彼得越汗,接着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而玛利亚却选择留下 可能是他因为耶稣的身体被人偷了 他想在坟墓前哭一下,抒发一下哀伤 有可能他希望留多一会儿 看看谁把耶稣的身体移走了 当玛利亚望入坟墓 他见到两个天使,而不是留意到门徒所看到的《果施报》 这里,作者约翰描述的语调非常平和 玛利亚见到天使一点都不惊和 完全没有出现其他福音书所记载的惊人场面 四福音书里面,天使都询问过那些找耶稣的妇女 但是得越汗不下的玛利亚才会跟天使去对话 其他记载呢,那些妇人是怕得不得了 从玛利亚的答案,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其实十分之焦急,耶稣的身体到底在哪里 又反映了他其实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 在这个时候,耶稣在玛利亚身后显现 玛利亚转着我身望到,但是认不出是耶稣 有关耶稣復活之后显现的罪述 最常见的就是,耶稣并不是那么容易 立即就被人认得出来的 耶稣问玛利亚,妇人,为什么哭? 你在找谁呢? 玛利亚并没有直接回答,说出主的名字 反而三次称为耶稣,他 在玛利亚心中,当时就只有耶稣 整担心都放在找耶稣身上 根本不用指名道姓,都知道玛利亚意有所指 他甚至焦急到怀疑眼前他以为的这位玄丁 是道无者 但是当耶稣夫叫玛利亚的名字 玛利亚即时就认出耶稣 很兴奋地高呼,拉帮尼 意思就是,我的主,我的老师 耶稣随即说,不要摸我 这是和合本的翻译 如果并列其他译本去想 我们会发现解释为 耶稣叫玛利亚停止,挖住他 会相对贴切 因为这样不单表达出 玛利亚对消失了的耶稣 再次出现那份的兴奋 激动,还表达了耶稣的意愿 耶稣不愿意玛利亚捉住他不放 因为他还未升天 耶稣希望玛利亚放手离开 去告诉门徒知道 耶稣正是预备升天去见父神 这个过程 而我们的确在下文 随即就见到玛利亚第二次 传话给门徒 这一次,玛利亚告诉他们的 是一个主以復活的事实 表示自己已经见到主了 呼应先前,他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作者若汉并没有告诉读者 门徒听了之后的反应是怎样 但我猜应该都是 差异,疑惑不顺 所以下文才描述 他们表现得担惊受怕 闪了门,躲在屋内 等到夜晚 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 门徒那刻见到主 才开心回来 相比起做领袖的门徒 莫达拉玛利亚 只是一个卑名义的妇人 他信靠耶稣的经历 是从耶稣赶走他身上 七只污鬼开始 然后他奉献财物 供给耶稣和门徒 当耶稣受审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离耶稣而去 玛利亚他尾随着耶稣 到十字架下 看着耶稣受苦 断气 和埋葬 他很清楚地目睹 耶稣气绝的那一刻 他经历着离别那份的安伤 耶稣知道他的绝望 也都知道他还没明白 耶稣必定复活 这一个的应许 但耶稣仍然两次使用玛利亚作为传话者 甚至被他成为第一个见到复活主的见证人 无论我们身份的高低 属灵 经验的多寡 神会使用和恩代的人 往往是因为 他们拥有对耶稣无尽感激的爱 和全然奉献的心智 坚决地跟从耶稣 在复活节 莫达拉玛利亚的所见所闻 实在发人心诚 但兄姐妹 我们还记得自己领受过的恩惠吗 我们还依然深切爱着耶稣基督吗 我们是不是好像门徒一样 不觉得耶稣会复活回来 就对信仰产生疑惑呢 玛利亚带给门徒的信息 是耶稣从死女复活 并且将要升天这个铁一般的事实 这个事实 让门徒不再怀疑自己跟错了对象 还认证了耶稣就是神所差利的独身子 这个身份 自此以后 耶稣的父神就是门徒的父神 也是历世历代信徒的父神 如果没有耶稣的死 复活和升天 我们所信的 所传的 就是往言 今天 我们会因他活着 而竭力 每日为主而活吗 我们一起祈祷 福活的主 多谢你用补血救赎了我们 又选招我们 悔改归向你 我们生命真正的开始 是在于相信你是那位 为我们的罪赴上宿家 并且战胜死亡的福活主 求你去教导我们 好像末大拉玛利亚一样 每日去谈记主的口音 对主不离不弃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努力去做好见证 向人述说福音 叫人因为你的名 而归顺 祈祷是奉我主耶稣 基督得圣的名义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